Hello 大家好 今集繼續開箱我日本的戰利品 有這間專賣家品的Littori 和這間我覺得比Daiso更好閒的100日圓店 Sellia 因為裏面有很多碗碟碟碟和手工藝品 都是會開箱我買的戰利品 然後再看看店鋪還有什麼買 喜歡看廚房家品的 記得看到最後啦 這是我今次去日本最想買的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放在星盤上的隔水架 上一條影片講Daiso旗艦店 裡面Standard Product 小尺寸買300日圓 為什麼最終我在Littori買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像幅圖一樣可以捲起來 就是有這個勾在頭和尾上吸緊它 就可以捲起來掛起來 非常方便 還有它有不同的尺寸 我買這個大一點、闊一點 如果小的23cm 闊 這裡就貴一點,699 不過就可以捲起來 我買的34cm 就999日圓 這個再貴一點的 可以這樣垂直的碟插上去 我現在也有用這些星盤架 用了很多年,淘寶貨 不過這款就不可以像剛才那樣捲起來 然後掛起來 在日本見到,全部都是白色 沒有其他顏色 一般星盤就用大Size 這個34cm 通常我會在這邊切東西多 所以買個小一點 其實我打算留回新廚房才用 不過現在也有一個用途 因為它內熱260度可以做隔熱墊 有時焗完麵包就是這樣 可以隔一隔熱 第二樣東西最想買的就是鑊鏟 最後就買了這兩支炒菜用的筋 是這次買東西之中 我最滿意的一件東西 可以放下小碗碟機的 加強我購買的因素 大大細細,款式又多,價錢又低 都是賣400日圓 在這個設計還有一個平面 可以讓你刮到汁 細支這個也是買400日圓 同樣都是一支沒有折薄位 就不怕它容易斷開了 內熱去到220度 我買這個系列大概400日圓 還有這裡這麼多款 平這個位置就是方便用來刮一下汁 其實平時我用慣鑊鏟 就很少用這些炒筋 自從買完它之後 簡直是大愛,是很好用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用細鍋做東西 所以就買一隻細一點的 方便一點用 用完之後 發覺帶這隻筋放入細鍋裡 都容易用 醃肉我很少直接用手攪 有時用筷子,現在發覺用這隻筋都很好用 加上秋冬天,就很容易煮腹手發作 就少些濕水洗手 所以它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灰色這兩支是Littwee買的 之前幾天我在無印已經買了這支黑色 無印這支出名 耐用,不易斷,非常實正 因為它裡面是整支鐵 中間沒有折薄位 為什麼我會再買? 因為拿完無印這支 發現我買Littwee這支輕很多 相比無印這支就比較重 如果炒菜炒得久,手都會累 還有什麼分別? 無印這支旁邊就是軟身的 屈得住 而Littwee那支整個都是硬的 炒飯要炒得久,用一支輕身就沒那麼累 買完回來,越用越喜歡 第二,因為炒菜也好,或者煎東西也好 它不輸蝕給鑊鏟 因為它是匙巾的造型 平時炒菜的時候這樣繞起來是靈寫好用的 真的買過用過才知道比鑊鏟更好用 無印這支相對就真的有點重 如果炒得久的時候都挺累 炒一下洋蔥都可以 這三支買回來用得最多是中間那支 如果一直有看我的戰利品開箱 都知道我很喜歡買這些煲墊 對呀,不是專利的,是一塊煲墊 我見過價錢都很划300日圓 就有一塊15cm大 後面就是這樣的水蟲木防線 因為平時用焗爐、氣炸鍋 或者晶圓的菜拿出來都會熱 所以多點墊都不怕 這些漂亮的又可以放在飯桌上用 當然還有其他款就沒買到 這支可以降溫的枕頭袋 我也是很想買 而且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買 在Littory才有 那裏就買800日圓一個 去到店的時候它有騷出來 按摩上手是有冰涼的感覺 雖然寫著兩邊都可以用 但我感覺有一邊是特別清涼的 還有買的時候要看一下尺寸 這個43x63就是一般我們睡的枕頭尺寸 因為有些是特別小的 買一個灰色就是分開給粉絲仔用的 因為我見它特價749日圓 還有它有個紅啤啤公仔 就容易分開了 粉絲仔這個就是這樣的 有個北極紅在這裡 就是這邊正式摸上手是特別有冰涼的感覺 清洗就放在洗衣機洗都很方便 我和粉絲爸用的款式就是正式 藍色這個款式 都是條紋這邊摸上手是有冰涼的感覺 已經用了開冷氣睡的時候 臉上涼的感覺 那邊還有其他款式 紅色做特價的那些差不多都被人掃光了 因為7月的時候東京那邊超熱 這個寫著強冷 這個只有細尺寸 和它不是枕頭袋 是好像一幅圖片 就這樣套上枕頭的枕頭套 現在就看看這個Littori裡面還有些什麼賣 我又看了些什麼呢 裡面還有大型的傢俬 我就最喜歡看日式的廚櫃 接下來新廚房怎麼裝修都沒有idea 順便參考一下 拿一下靈感 這裡還有很多不同的餐具 大部分都是Made in Japan 雖然寫著超輕 但相比拿起看靈碟 它也是比較重的 木製的廚具 這裡也有很多 在日本真的有很多微波露用的盒 這個盒可以做到焗爐焗出來 這件這麼漂亮的DOS 是不是真的呢? 這個切牛油盒 也是Littori的人氣產品 很多人特意去買 999日圓一個 不過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切開牛油用 這塊膠有伸縮性 可以套著碗 當保鮮紙或放入微波爐丁野用 600日圓有兩塊 又出場了 這個防滑托盤 不再介紹了 之前兩集都有分享過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不過要說的就是這裡有不同的質地 譬如好像有膠盤也是防滑的 還可以整塊放入微波爐 最特別的就是這塊水松木的質地也是防滑 這個吸水毛巾也是它人氣的產品 這裡就賣400元一塊 其實跟12元店那隻一模一樣 乾了是硬身那隻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呢? 其實之前12元店的影片我都有分享過 現在就說Selia 見到我將單全部100日圓 總共買了4800日圓 是主題餐廳 如果喜歡肉桂狗的 可以順便在這裡打一個卡 前面這個木架放了很多餐具 很漂亮 我看了很久 以及買了很多 原來我將這裡有些貨品 放進去呆傻的影片 左手邊除了麥瓜碟 全部都在Selia買 之前影片都有分享過 沒有買回來的 還有這隻葉紋碟 有兩個顏色 還有這隻小小的花花碟 終於明白為什麼我看這麼久 因為真的在這裡斷捨離 太多都很想買 但沒理由買回來 這個有點田園Feel的花碟 我就買了一隻大碟 這隻四方碟也是很漂亮 不過太小了 它有兩個顏色 膠盒的種類實在太多了 不過這些真的太牙位 咦?發現些東西 又看到這個升盤價 這裡賣100日圓 就買到一個了 上集Daiso影片 它有出現過了 貓貓匙巾 有大有小 還有這裡這麼多款 這個貓貓造型 用來塞住排水位 不過就不適合家用了 最開心在這裡見到很多很漂亮的毛欄 又有些有機的 還要是Made in Japan 真是看到我 選擇困難症 再加上爆行李箱 我在這裡猶豫了半小時 還買了很多很漂亮的袋子 有貓貓或者花的袋子 有些袋子已經在用了 這個用來Joy-Cons 還有買了貓貓 和不同質地 不同size的袋子 喜歡玩貼紙的這裡很開心 我不買的 都很喜歡看貓貓和麵包的貼紙 喜歡手工藝的 推介這家Seria 100日圓店 今集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留言讚好分享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Bye